啊~~好痛喔 真的 啊~~ 台上啊被粉絲說 不要說話閉上嘴 誰敢欺負我子余 呃 呃 呃 不再追求 那麼死心踏地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 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ake & 劉集團 劉集團 小弟呢 他們 休息 他們剛剛三部分回來太累了 所以他們說不能工作 先讓他們休息 他們有說是不是 對 他們下集再出現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Yes Sir 他說好 OK 好 那開場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私宣飯嗎 喔 私宣飯我知道 Shishunban 好像是韓國那邊的對不對 Shishunban 這是什麼 韓文喔 Shishun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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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那個韓文的私宣飯 它其實有點像直接翻譯過來的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在追星啊 你有在看KPOP 或是追一些國外的偶像 IDOL 甚至是台灣啦 應該都有聽過私宣飯這個詞 欸 那你聽到私宣飯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私宣飯這個定義 就是比較瘋狂的粉絲喔 他可能會跟蹤啊 嗯 然後可能會有點 我之前看過新聞好像有些會闖入 就是偶像的家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做一些太超過的行為 對 差不多喔 這有點會侵犯到偶像的隱私 那種私人生活的 或是可能不禮貌 很誇張的行為 也都好像都算是私宣飯這個範疇 那我們現在看完 我們現在來看 五個拍到私宣飯對偶像的誇張行為 有幾個真的是超級超過的那種 就是很誇張 就是可能會 對偶像會造成傷害的那種 可能會受傷的那種 對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五個就是 可能像是有BTS啊 TWICE啊 少女時代啊 Ga7啊 你知道Ga7吧 王家的那個團 你不知道 好low喔 你還喜歡王家了 我現在知道了 你還說你王家了是 你還喜歡王家了 你還喜歡王家了 Ga7 這幾個 我現在講幾乎都是 K-POP頂尖的團 然後他們真的遇到很多很瘋狂的 有一個很誇張喔 是 欸這個很扯欸 就是 等一下會有一幕 他們表演到一半喔 有一個私宣飯衝上台 想要綁架那個 太野 好 等一下看影片就知道 反正是 待會後面很誇張 他是衝上台 好 這邊 維基百科是說 私生飯是源自韓國的娛樂次文化的用語 是指喜歡刺探藝人私生活的歌迷 那我們要來看第一個影片嗎 Let's go Go 那在看第一個影片之前 你有沒有 死生最瘋狂追過的偶像 我以前只追過四大天王 但是我沒有很瘋狂 我只有去那個給他們簽名 就是簽唱會 對 你知道四大天王嗎 羅志祥 對 羅志祥的那個四大天王 哪四個人 羅志祥 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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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其他兩個我忘記了 你不是 你不是很追四大天王 你還不知道 就是羅志祥跟歐漢 歐漢 而其他兩個就有點忘記 另外兩個也很有名好不好 陳顯正跟陳中威 對 這邊這邊 上一下圖片 哇 就是他們剛出道的時候 哇 那個年代有點久遠 大家都知道你的年紀了 完蛋 所以你最瘋狂的就是 之後去簽唱會 對 那已經對我來講很瘋狂了 我的話是那個 西城男孩 那個 就是為了 因為他們即將解散 然後我衝去香港看他們 最後一場演唱會 我也有去 我是跟去的 對 你應該是我最瘋狂的一次啊 有沒有 四大天王跟西城男孩的粉絲 可以再告訴我們喔 好 那我們看看第一個吧 好 第一個呢是 來源是 NOEL 然後呢 表情是 BTS的Junkoog 在機場呢被粉絲 拉包包 然後而且是那種 很沒有禮貌的拉包包 欸 拉包包超沒禮貌的耶 就是 對 好 滿好看 大家都知道吧 鄭果大家都知道耶 你應該知道吧 知道啊 Junkoog 你不知道 我說我知道 你感覺一點不知道 那個唱那個的啊 好 滿好看吧 3 2 1 你好 你好 這是他們 比較早期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喔 被拉了 被拉了 欸 這超危險的 怎麼沒有保全而已 這個在哪裡啊 感覺很像是在東南亞喔 我們在開始了 3 2 1 好像是 可能太開心了啦 這BTS應該是他們 當保紅的時候 欸 後面要有很多保全保鏢啊 對 因為後面沒有的 不是他們可能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請保鏢 欸 這很危險 如果 那粉絲可能有什麼 可以傷害的武器 就完蛋了耶 他剛好就是 有拉包包 然後想要抱住Junkoog 這很危險耶 他感覺有點像 從後面啦 如果從後面這樣跌倒 超危險的 對 因為剛剛看他們 BTS他們後面 完全沒有人保護他們耶 不過他們可能只有 前面有人 因為其實 像現在他們就不太可能 會有這麼近距 可能已經有那個 整排都是保鏢 可能兩層這樣 對 一定要 因為他們那麼紅 就可能會很多危險 就是要預防 今天下指數給他 9.5分好了 我覺得這個很嚴重 我覺得 經濟公司啊 可以多多保護 藝人偶像的安全 當然現在他們一定 絕對是非常的保護啦 但是希望這種事 不會再發生 那我應該給10分吧 我覺得很恐怖 尤其是看到他 在拉他的那個包包 往後的時候 覺得超危險 對 希望大家最新都能 尊重偶像 對 我覺得就是要尊重 然後不要打擾他們 好 下一個來講到 我們台灣的子余 Twice子余 好 來也是 也是 N O E L E 欸 這個很誇張 這個超沒禮貌 就是呢 子余他在台上啊 被粉絲說 不要說話 閉上嘴 可是是韓文 我們來看一下 欸 這很誇張耶 好沒禮貌喔 誰敢欺負我子余 好 來吧 3 2 1 他嚇到了 剛剛韓文好像就是說 閉嘴不要說話 你看 他嚇到 他嚇到不知道說什麼 這是他們剛出道的時候嗎 應該是已經 蠻紅的感覺 應該是 那幹嘛這樣子講話啊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就是會有這種 很沒有禮貌的粉絲 你看子余嚇到說不出話 他欺負我子余 站出來 宣戰 宣戰 誰敢欺負我子余 對啊 欸 這個真的沒禮貌耶 雖然 我們聽不懂韓文啦 但是我看翻譯是說 Don't speak anything shut your mouth 就是翻譯文就這樣 超沒禮貌 Oh my God 希望大家不要當這種粉絲 就是 要當一個 有禮貌 尊重的粉絲 OK 可憐的子余 這要生氣指數吧 真的 好 那不然給生氣指數應該多少 10分 爆表 欺負我們台灣人 對 就是 好奇怪喔 所以我們要這樣講齁 對啊 所以給他滿分 誰敢欺負我子余 我剛剛聽到 那是什麼我婆子余是不是 呃 對 要欺負我子余 出來面對 好下一個 第三個我們看來看那個吧 我覺得應該是 今天最誇張的之一 就是那個 少女時代的 就是呢 有位粉絲上台啊 想要綁架少女時代的太野 恐怖喔 然後來源一樣是NOELE 這個畫面好像很有名 嗯 當時好像造成一個轟動 就是很多人在討論 嗯 也是很誇張喔 看來看 少女時代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好 3 2 1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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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突然了吧 欸 再一次再一次 嚇到 可是會以為是工作人員 喔對 以為工作人員可能要做什麼事情 什麼的 為什麼他們敢讓他們上去啊 應該也有人保護吧 嗯 3 2 1 在跳舞的時候 有一個人快上去 那是太野 嗯 那再把太野拉走 哇靠 要幹嘛啊 欸他們的 保全在幹嘛啊 怎麼可以隨便讓人家上去啊 超危險的 好捨 欸他是不是假扮成工作人員啊 有可能 然後他如果有武器就完蛋捏 欸 欸我之前有看過有一些影片是就是 那個偶像站在中間對不對 然後那個 粉絲就衝上台 對 然後抱住他 然後他整個倒下 超誇張 這個 這個保全包在幹嘛 或者是工作人員太多了 分不清楚 的確有時候真的太突然 真的是會來不及反應 好這個驚訝指數我給他 滿分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 大家不要做這種事喔 這個會傷害到偶像 我會給10分 因為我覺得太震驚了 而且他是直接把他拉走 嗯 不過他武器就完蛋了 欸 對如果他真的今天拿武器上去做什麼 那真的是後果不堪設想 啊 我們看第四個 好這個 這就講到那個 王家的那個團 God7 耳耳嘛 對 來源是K-POP 這個畫面代表就是 有個粉絲丟東西啊 砸到God7 摧榮仔的臉 可是這個畫面很誇張 大家我們來看一下 好3 2 好痛喔 真的欸 水瓶嗎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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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頭怎麼會這樣往後 其實他後面感覺就是 痛到有點起不來的感覺 就是 太痛了 哇 欸這很可惡欸 大家絕對不能做這種事 這種就是 刻意在傷害偶像欸 看不懂欸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 他是黑粉啊 欸有可能 可是就是 我們一般正常人 不會做這些事情啊 對 大家真的不要學喔 希望他臉沒事 這個 也是滿分 這個很嚴重 如果他丟什麼磚頭上 也不就完蛋了 或是更硬的東西 磚頭對啊 或是會造成更大傷害的 不就完蛋 這個也很難防欸 這個保全也很難防 他藏在衣服裡面 藏在包包裡面 他們也不知道啊 我應該給10分 因為我覺得太恐怖了 而且超痛 欸GOT7是很厲害很有名的團欸 好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好最後一個呢 是韓國頂尖的男團 就是EXO 表題就是 有個粉絲呢 突然爆EXO的薄顯 薄顯是EXO裡面 應該是最紅的 然後來源是K-POP 這個畫面也很誇張 就是 超級沒禮貌 我們來看一下 3 2 1 他幹嘛啊 欸那他為什麼可以在那邊啊 不知道啊 可是他以為是認識欸 對啊 他可能嚇到了 那可能嚇到了 欸很危險欸 如果 對這種貼身的 他如果有什麼 什麼辣椒水啊 或什麼的 或什麼可以潑的東西 但很危險 再一次 對啊 為什麼他可以站那麼近啊 那邊經紀人保全在幹嘛 好像沒有保全耶 這個經紀人那些人 對啊 他為什麼可以站那邊齁 可能不是什麼很大的活動嗎 可能只是可能出去買東西之類的嗎 這很危險耶 這我給他滿分 這我可能要給他11分耶 我覺得超危險 他已經摸到他 要抱到他了耶 然後他嚇到這樣子 對啊 超危險耶 好險沒什麼事啊 好險沒有什麼 他可能只是 就那種比較瘋狂想要抱抱的 但這樣是非常不禮貌的 千萬不要學這種沒禮貌的動作 你覺得如何 好 忍起來 告訴我們 好 沒錯 那我們看完了 五個拍到私生犯對偶像的誇張行為啦 那你覺得今天哪一個讓你覺得最誇張 其實都滿誇張 但是印象最深刻就是那個丟水瓶的 第四個 God7那個 欸 那個真的弄不好 真的會受傷耶 對 這超危險的 超危險的 這我印象很深刻 當然我覺得最後到那第三個吧 就是有一個男的衝上去要 把那個太顏拉走啊 請不要打擾自己喜歡的偶像喔 然後 對 因為偶像也是人啊 所以大家不要去打擾偶像 他們都有自己的私生活 大家要做一位有禮貌 且尊重的粉絲 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們拍什麼影片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想要看這樣的題材 再拍第二集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開小鈴鐺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IG 一定要追蹤喔 然後記得聽我們的新歌 拜託你快拒絕我 現在已經全速上架了 大家幫我們聽起來 幫我們沖個十萬觀看 喜歡我們的話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不定期有會員聚會 以及會員理由 OK好的 太久了 下次見 明天拜拜 Let's go 記得留言喔 每一則留言我們都會看 拜拜 拜託你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拜託你不再追求 那麼死心踏地 把所有好的壞的都刪掉 It's time to let you go 拜託你快拒絕我 就讓我死心 會把瘋得不在乎 其實很不安 搶著對你的愛慕 我說不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